你好哪位 我是用康禄三十七龙七号的疑问名啊 我现在受不了了 我现在我自己的药都吃完了 对吧 东西也没有了 也没有吃的了 我现在人很难受 什么东西没有了 昨天你儿子让我帮你爱人配药的时候 您怎么没让我帮你一起配呢 我现在人很难受 长着疼 温度有一点点升上来了 我帮您送一点那个莲花氢纹胶囊给你 这个我们还有 那我目前为止 我聚会只有这类药物 我想做CT 你想做CT 这个不是我聚会能够决定的 不是我要到语言去肯定要做CT 我们已经把您的名字报上去了 但是上级部门没有做处置 那么这个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解决 我怎么办 看着我等死了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李老师 那问哪个部分啊 你们给我吹一吹 我这又找李伟啊 对吧 我李伟已经帮您都报了 报了就完了 报了这么多天 都没有听到你们回应 他们没有给我回应 没有给你回应 你就不管了 我不是不管 我还有很多东西 我都在报 不仅仅是您一个 今天我想办法送走了一个孕妇 今天我在处置一个过世的老人 余老师 不是我们不作为 而是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无能为力 居委会能做的事情 我都做到了 居委会不该做的事情 我也做到了 那么你们 既然这样 你们不可以 向上一级的机关反应一下吗 我们上一级机关 最上面一级机关 就是街道 居机关 我们是反应不上去的 居民可以去反应 你们可以去反应 但是我告诉你 上海是1235 热线到现在 都是个空的东西 这个东西 我都反应过了 对啊 您都反应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您看有结果吗 不是我 语气越来越重啊 我也很着急 我也很愤怒 我也很生气 但是我们无能为力 我告诉余老师 我无能为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我面前放在 不是您一个 是有一群这样的人群 在我面前 就是他们不处置 这个情况怎么办 要我们自己来承受 我不知道 也许哪一天 我承受不了了 我先退出了 我也不知道 这一天会不会很快到来 余老师 我比你更委屈 这也可能 也会有这个感觉的 但是我今天打了 接到一天的电话 都没有接通 我不是不努力 1235也打过了 110也打过了 对吧 我知道您都打过了 您看有结果吗 我也是说 没结果 是没结果 我也不知道 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 就不能救救我们的老百姓吗 我也想让他们来救救我们的老百姓 我也想啊 为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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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为什么说呀 老人老人不管 孕妇孕妇不管 过世的老人都不管 连垃圾桶都不管 我像思维也反映过了 也一吹吹出来 是吧 李老师 我真的很无奈 我不知道 我现在 我比你更伤心 因为年纪 你是一个家庭 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 对 你说谈的一切 我真的很理解 真的很理解 你的情况 我以书面的形式都已报过 电话打过无数次 谢谢你 对不起李老师 我无能为力 哎 真是 我们的国家 难道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样子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上海会变成这样 好吧 对不起李老师 再见 领导 我们有话说 这里 能不能听我们说一说 我们现在这里 要什么没什么 买都买不到 怎么弄 吃的 团购也买不到 然后那个网上也买不到 然后我们这里要发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有多少病人 我们也不知道 小区里没有公布 小区里没有公布 有多少病人 我们不知道身边有多少病人在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好的好的好的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十三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 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想为您关注到的是国常会最新情况 在今天央视新闻报道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主要是部署促进消费的政策举措 其中特别决定要加大出口退税等支持力度 促进外贸平稳发展 并且确定将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措施 引导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 会议特别表示 要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 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 这是国常会连续两次提出适时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这一次表述更加直接明确提出降准 根据来自证券时报的分析 从以往国常会上提及降准到央行落地降准的时间差看 一周内降准落地的概率比较大 甚至本周都有可能 与此同时四月十五日将迎来央行惯例操作中期借贷便利 政策利率是否降息也值得期待 根据证券时报的分析 近期降准降息都是可行的 尽管有观点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外房输入性通胀 内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势 而这一种局面对使用货币政策总量工具而言收效甚微 但是目前中国除了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外预期转弱的问题 在疫情多第三发的当下显得尤为凸显 因此作为具有明显政策放松信号的全面降准 渴望在近期启用 另外降准之后降息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法国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法国右翼总统候选人勒庞在今天表示 如果当选总统他将在俄乌战争提议加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他强调并不希望法国离开欧盟 并补充说他将尊重有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 目前马克龙以勒庞的第一轮总统选举投票结果中 马克龙暂时领先 两人将在本月二十四日第二轮投票中决胜负 勒庞一直对欧盟持怀疑态度 并且持反移民主张 被认为属于法国极右翼势力 但是近几个月来的选举中 他一直集中关注生活费上涨的问题 自我标榜是法国弱势群体的捍卫者 他将演讲聚焦在经济和社会课题上 被外界广泛分析 是勒庞在这一次选举中表现出色的重要原因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媒体法治日报的报道 针对近日有关于多家银行下调个人账户线上交易限额的消息 银保监会负责人回复媒体查询时说 并没有下发相互文件 交通银行表示 该行网上交易一直是五万限额 目前没有变化 而农行公告则表示 近期电信网络诈骗频发 为了落实监管规定 农行陆续对部分客户个人网银以及涨银转账进行调查 公行则表示没有接到有关于下调限额的通知 个人账户是一类账户的每日交易限额三万元 柜台办理转账则没有限额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丽穆罕表示 我们现在到乌克兰 整个乌克兰都是犯罪现场 我们有合理理由相信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正在发生 我们必须了解真相这需要独立公正的调查 卡丽穆罕介绍国际刑院的法医小组已经开始工作 他强调我们必须遵循证据 乌克兰此前表示 俄罗斯军队在离开布查阵之前杀害了数百平民 犯下了严重战争罪 俄罗斯方面否认这样的说法 反称在布查阵拍下的尸体照片和录像都是伪造的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五位消息是向镀头社介绍 印度愿意再向斯里兰卡提供多达二十亿美元的财政援助 同时还将向斯里兰卡提供粮食和燃料支持 新德里方面试图收复近年来输给中国的阵地 斯里兰卡遭遇了自从一九四八年独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处于首次债务违约的边缘 此前斯里兰卡一直在向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国家要求提供信贷额度粮食和能源 新德里的政府人士则表示 斯里兰卡周二发出的有关于拖欠债务的警告让人担忧 但是印度方面表示 仍然可以给他们多达二十亿美元的互换和支持 斯里兰卡方面的消息是表示正在寻求印度的帮助 而印度方面的反应是积极的 印度政府以及中央银行包括斯里兰卡的外交部和财政部都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国向斯里兰卡提供了十三亿美元的银团贷款以及十五亿美元的人民币计价互换 而更多有关于贷款和信贷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印度方面则希望斯里兰卡减少对于中国的债务水平 希望印度成为斯里兰卡更强大的合作伙伴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人是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中海油正准备退出在英国和美国的业务 原因是中国政府担心这些资产可能会受到西方的制裁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因为贸易和人权问题已出现了紧张 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双方紧张局势继续加剧 美国方面则在上周表示 如果中国帮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 制裁包括限制俄罗斯获得外币的金融措施 并是处理国际支付变得更加复杂 路透社计算发现 中海油资产包括在北海墨西哥湾和加拿大大型油沙项目主要油田的股份 每天生产大概二十二万桶油当量 在上个月路透社报道表示 中海油已聘请了美国银行准备出售其北海资产 包括盆地最大油田之一的股份 消息人士表示 中海油计划于本月晚些时候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之前 启动全球投资组合审查 主要目的是在去年十月其民股退市后寻求替代资金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国际能源书表示 美国以及其盟友释放石油储备的行动 有利于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失去的大量能源供应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国际能源书表示 随着世界大部分地区放松与疫情相关的封锁需求出现了迅速反弹 美国际盟友释放石油储备 将有助于防止原油供应大幅低于需求 本月早些时候国际能源署帮助协调了共同释放石油储备的行动 国际能源署将今年的需求预测下调为每天二十六万桶 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在上海采取了封锁措施 相关方面预计今年的总需求将达到每天九千九百四十万桶 同时国际能源署表示西方制裁对于俄罗斯石油的能源影响将从五月份起全面见效 随着更多买家避开原油供应 俄罗斯石油储备已满 俄罗斯炼油厂将在四月份扩大减产 此外根据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为德国政府提供咨询服务的经济机构警告 如果德国从俄罗斯进口能源的供应因为俄乌战事突然中断 那么德国可能在未来两年面临两千两百亿欧元的产值损失 分析指出全面禁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将导致德国经济急剧衰退 他们表示这样的决定将会使身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德国蒙受相当于年产值百分之六点五的损失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有关消息 在犹太教传统节日逾越节到来之际 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向以色列方面赠送礼物 但是有以色列媒体表示 中方赠送的保温杯含有可疑装置 而中使馆则澄清表示 所谓的可疑装置是保温杯水杯通常使用的吸气剂 并且要求以色列媒体撤下不实报道 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消除谣言的恶劣影响 使馆表示有关媒体声称消息源自以色列方面有关部门 但是以色列政府有关部门已向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明确表示 从未对此对媒体有任何表态 如果有关媒体执意传播谣言 中方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